大家好欢迎来到GTOP 我是法队长 咱接着聊经典东北喜剧马大帅 我先把前面的情节搭着捋一下 方便你快速入戏 还是强烈推荐你先看前四回 做到无缝衔接 聊你马家铺子村民马大帅 进城找逃婚的女儿马小翠 得标安排他俩进维多利亚娱乐城打工 老板吴总对小翠儿一见钟情苦苦追求 可小翠儿只喜欢仗义社会青年刚子 随后毅然辞职追爱 得标的爱情之路坎坷不断 先是自作多情被阿威拒绝 然后被玉芬发了好人卡 失望之余得标决定先搞事业 说动村长共同出资八万块包下一片鱼塘 谁知竟是个骗局 老钱失踪项目够吹 得标已破碎不堪的人生再次陷入低谷 牛二打上了玉芬 为了凑医药费 大帅身兼述职 铺丧化疗当人把来者不去 这种生生不息的野草精神 顺便治愈了吃太饱的高局长 牛二再来医院挑事 大帅全王附体几秒钟KO 一雪前尺 老钱跑路 八万块集资款泡汤 村长带着老爷们到得标的床前催债 事是你张罗的你得兜着 昨天还一口一个范总 现在成了标子 占一趟像遗体告别 这得干啥 得标确实有招 花钱雇人画了一张素描 让六个童子军去街上暗途找人 找到后重赏五十块 现在队伍有点散 得标决定弄点仪式感凝聚人心 关公财神爷全部好使 信神不如信己 我命由我不由天 信谁都不如信自己啊 来全体都过来拜一拜我佛范得标 场面一度相当感人 村长再次表达了对得标的信任 中心思想是有福同享 有难你悲 要是钱要不回来 属于耳门挫着六万 你得负责还 得标倒也不含糊 风潇潇易水寒 乱成败人生豪迈 不抓到老钱事不回营 哥几个给叫好鼓鼓劲 标哥采用最朴实的漫天撒网策略 接上所有留小便的男人 都是重大嫌疑对象 但开源几十万人口也不是办法 瘸着瘸着又奔了那幅老担架 算命 算命先生还是那位老哥 这种算完了打上门的情况见多了 一眼看出得标没有抱准生辰八字 你肯定不是29岁 我实际是41 29是水命 41斤命 两个不同的 得标刚开始还挺横 一下泄了气 又掏出100块挂铃钱 你给我把骗子老钱的下落算出来就行 先生神仙大数据一通掐纸 准确坐标算不出来 这样我送你八字真言 刻意不成顺其自然 具体啥意思 天机不可泄露 你需要自己误 得标本想看个商业爽片 却买了一张文艺片的票 也不好意思说没看懂 挠着头回家参悟 为了凑一药费 马大帅那边风里来雨里去 到处挣钱 玉芬很纳闷 这几百几百的上哪挣的 光哭丧应该挣不了这么多 于是吩咐小翠在后面跟着 可别干什么违法乱记得够的 大帅骑车来到王总家 继续当儿子的人吧 看着父亲在台上浴血奋战 窗外的小翠哭得泪眼瓢泼 经过多日拳台磨练 大帅进步神速 现在已能主动进攻了 一通组合拳把傻儿子击倒 王总独八秒 马大帅获得生涯首胜 拔出膿来的才是好膏药 下面的一幕出人意料 傻儿子爬起来后泪流满面 几个月来第一次主动叫了妈 之前落选省队的一语一扫而空 装脚离地 病毒关闭 聪明的智商又占领高地了 过去是哪个队 这是马家谱子 第二省城队 误打误撞治好了大宝贝 王总与媳妇大喜过望 也不数了 一打子钱全给你 一听以后不用来了 大帅有点小失望 得一拳把活给打没了 惆怅之际有人按门铃 竟然是小翠儿推着玉芬进来 看大帅浑身是伤 泪陷绝地 知道你拼 但拼成这样 属实有些超纲了 得标电话关机 壮士一去不复回 几个爷们儿一和气 干脆把流浪儿扣下当人质 得标失联 按照亲缘关系 只能解副马拉帅顶上 两条道 要不找到得标 要不钱你还 村长的诉求很不合理 但眼下僵住了 马拉帅把心一横 他这些日子和玉芬 一直住在得标家 也没给房租 还造成了不小的精神创伤 行 账我认了 但现在没钱 得慢慢打工还 好说歹说 村长同意 一年半把六丸块还清 立字为句骗人是小狗 得标在哪呢 也只能去找桂英 喝闷酒解房 什么钱老板 那是个纯种骗子 标哥还是有责任感的 自己的两万没就没了 但六万是乡亲们的血汗 我就是踏遍上海滩 游遍黄浦江 也得找到狗儿的 连武器哥都准备好了 不给钱就拼命 拿小刀拉 左一耳朵右一耳朵 出师未解 刀先没 但范师傅初心不改 喝完酒奔了开云火车站 不破楼兰终不还 这晚刚子那边也不消停 武器整天都在盯梢老八 终于在停车上锁定了他的车 两人猫在旁边坐等老八上门 为了避免小翠消磨斗志 毅然关掉了手机 没会儿老八来取车 武器搞定了马仔 老八一愣 钢子的刀已架在脖子上 我弟弟死了 你不该做点什么吗 比如尝命 老八觉得挺冤 你弟弟在我这买毒品不假 但他自杀的锅 怎么也扣不到我头上 如此往下推倒 你这个给钱的哥哥也有责任 钢子不是来讲道理的 反正你今天得留下点啥 刚要举刀 路边有警车呼啸而过 老八趁机脚底抹油开溜 小翠一天找不到钢子 抓心挠肝的难受 别昏还没结 心狼没了 经过多日休养 玉芬已能主着拐 勉强走路 大帅很高兴 医生同意咱就出院 出门时小护士过来 多日观察 觉得马大帅人很靠谱 就要给他介绍份工作 有位脾气古怪的苏信老太太 医院推荐的护工 没有能挺过三天的 有一个算一个全被骂走 我瞧你脾气不错 愿意的话就去试一试 管吃管住每月一千五 大帅一听条件还不错 所以毫不犹豫的答应 一早钢子开车去接小翠 小翠一见钢子 顿绝通体舒畅胃口大开 纯老公亲自下厨 做了一桌子饭 并问小翠愿不愿意去南方生活 咱离开这个是非之地 小翠自然是满口答应 达领去哪我去哪 这个桥段能看出 钢子其实不想复仇了 昨晚上的威吓 一是吓唬老爸 二是给身边的小兄弟 五子做个姿态 大家都有台阶下 小翠把去南方的想法 告诉老爹 马大帅原则上不反对 但走之前必须把婚结了 结婚证是拴住男人的保险司 为了让闺女以后有保障 这事没得商量 第二天 马大帅拿着地址 找到了老太太家 面积格局不像个普通民宅 倒像个什么机关单位的旧址 老太太面色凝重 眼神锐利 她大概是个退休的知识分子 刚见面先考阅读能力 内容大家都熟 敲黑板复习一下 市场经济有她自身的理论 基础和特有的运行规律 磕磕绊半半读了几段 大帅累得够呛 以为是来洗衣做饭 伺候老太太 没想到先上了一课马正经 老太太确实要求独特 不光考阅读能力 还讨厌阳光 坚决不让拉床帘 菜谱一道道写好 你照这个来 不许随便发挥 伺候完吃饭 马大帅出门买菜 得空去了趟贵英的饭馆 得标到底去哪了呢 贵英知无不言 现在可能在黄浦江里找人呢 都有信了 只订及时通报 吴总那边终于回办公室上班 颓废的日子 多亏阿威撑着 维多利亚才没有散摊子 新组织上慎重讨论决定 升阿威为副总经理 刚认命完 吴总又上头了 那个总跟小翠 腻在一块的小云去哪了 吴总打听到了小云的住址 小云劝他可拉倒吧 小翠和刚子没几天就结婚 再换一个爱情梦想行不行 马大帅现在一人照顾三个家 玉芬六个干儿子和老太太 每天东窜西跳 一刻不闲 晚上做完饭 老太太招呼他上桌说说话 短短一天的相处 大帅基本取得雇主的信任 熟了之后 老太太倒是挺和气 但一聊到子女的孝顺问题 脸色沉重 碗筷一扔 不吃也罢 晚上马大帅看屋里有个葫芦丝 无聊拿起来一通如素如气 本山的吹拉弹唱全是童子宫 旋律引起老太太的注意 大帅以为火烈奶奶要发脾气 没想到却把他吹得泪眼婆娑 来到窗前使劲吹 几天后 开原火车站闪过一个疲惫的身影 彪哥回来了 刚出站就把帽子扣上 别被熟人认出来 不用问 上海抓老钱行动 必然一无所获 还搭进去两张火车票 打量到齐驴 到了一处破旧民房 大姐说月租一百块 你租不租 这也是附近最便宜的 德彪好歹讲到了八十一个月 但我现在没钱 边挣边还行不行 大姐一听火了 肯定是不干 无奈德彪只能把翻盖手机掏出来 除了欠费停机嘎嘎好使 您看能顶一年房租不 这个手机象征着彪哥曾经的争认岁月 现在吃饭要紧 没有必要摆谱了 一百块钱一百块钱 完了 顶一月房租 你找我找我玩吃 德彪落魄了 但脑子不糊涂 经此大难 他的眼神有了明显的变化 不再好高骛远 幻想一夜暴富 治疗虚妄的最佳解药 是柴米油盐 从此德彪就在小屋住下 每天清水白面凑个饱腹 旁边纱带上画着老钱的头像 时刻提醒他勿忘学耻 最近小撮出门 总觉得有人跟踪 刚子不放心 让伍子每天贴身保护 这天小翠儿出门买东西 从商场出来 突觉背后不对 伍子反侦查能力很强 让小翠儿先走 自己跟在后面 果然有个戴帽子的男人 鬼鬼祟祟 到拐角处 伍子瞬间窜出 将神秘人制住 帽子一扒 眼睛一撸 竟然是伍总 这种纯度的群种 反正我在现实中没见过 小翠儿劝下伍子 你走吧 回家把事情告诉刚子 小翠儿也不是水米不尽的木头 直说伍总确实也挺可怜的 爱上一个 不会回他家的人 吴总那边 又又又 跳进酒缸消愁 阿薇看着那叫一个心疼 两人面临 同样爱而不得的困境 阿薇劝不动就加入 人家心里也苦 你干什么阿薇 酒壮情人胆 阿薇顺势向吴总挑明 喜罕你 吴总自始至终 就没往那方面想 深叹一口气 拿开阿薇的手 可惜你不是小翠儿 大帅那边 跟苏老太太的关系 越来越融洽 看他腿脚不方便 这天有空 便动手做了一副简陋 却实用的轮椅 可把老太太感动坏了 做完了饭 对小翠儿说 一会儿你跟我出去一趟 所以带着闺女 去了苏老太家 大帅照顾人有经验 看卫生间的浴缸 很久没用过 就猜到老太太身体不变 多日未梳洗 身上都有味了 男女又别 便让小翠儿来帮着洗个澡 洗完澡 小翠儿又给奶奶梳了个头 一桌菜端上来 老太太早已泪流满面 这宽大又冰冷的家 已经很久没有这么热乎过 饭后 老太太跟马大帅聊天谈心 原来一年半之前 自己的丈夫去世 两人恩爱几十年 每天下班回来 她都给妻子演奏音乐 屋里的所有摆设 都纹丝不动 包括那个永远拉上的窗帘 可由于是二婚 跟原配生的一儿一女 不孝顺 几乎从不上门 爱人走后 老太太万念俱灰 一心等死 直到善良乐观的马大帅出现 让她摔糗的生命里 有了一缕光 你虽然穷困劳碌 但好歹女儿孝顺 生活有笨头 比我强一万倍 大帅一听干脆 我四五岁没了妈 长啥样都不知道 我给你当个儿子 咱俩就齐活了 从今天开始 你就是我妈了 行吗 我给你磕头 这段剧情 跟本山大叔的经历 高度重合 他六岁没了妈 亲爹离家出走 等同孤儿 从小吃百家饭长大 演起来自然感同身受 老马绝对是天才的心灵按摩师 一己之力 治好了局长 拳击手和老太太的精神内耗 德彪那边找了个换媒气的活 每天驾驶到齐驴 走街串巷叫卖 头套一戴 谁也认不出来 晚上吃饭睡觉 顺便打一打 沙袋老贤出戏 日子一天天的过 曾经维多利亚首席保镖的派头 就像是上世纪的回忆 如果时光可以倒流 这天贵英出外办事归来 在街上听到熟悉的声音 尾随到齐旅 找到了民房 德彪吃了口东西 继续干活 贵英进屋一看 悲从中来 想到彪子走窄 没想到这么惨 玉芬主持管出院 六个肝儿 把家打扫的一尘不染 并奉上了鲜花相迎 玉芬遭此大难 罪也不白受 一举解决了 泼皮前夫牛二 并更深刻的认识到 大帅的品质 这老公我嫁定了 一高兴提出 把刚子和小翠 叫来吃个团圆饭 可惜德彪下路不明 否则就完美了 小翠不在 小云带路 和马克帅直奔刚子家 刚子办事归来 坐客厅招呼五子 怎么没有人一声 小翠失踪 刚子赶紧把弟兄 送去医院急救 脑瓜子鲜血直流 还好没伤到要害 醒来后 五子说小翠被老爸绑架了 刚哥我对不起你 安顿好了五子 开车回到家 大帅已在门口等候 一听自己闺女被绑架了 气得浑身发抖 我就知道 当初不应该同意 这门婚事 半点好没落着 现在人都没了 没辙 主动权在老爸手里 就只能烧香祈祷 加等电话 没会儿铃声响了 老爸指示 去旧纸板厂会面 只能你一个人来 报警就撕票 马拉帅不放心 死活跟着去 我保证不闹腰 玉芬那边已把饭菜准备好 却左右等不来 到了纸板厂 刚子只身赴约 马拉帅越想越不踏实 随手拿起手机 拨了110 旧女儿心切 打完电话 小心翼翼的摸进了厂房 刚子碰到了一个黑衣马仔 老爸是资深罪犯 狡兔三哭 谁知道你会不会报警 他给了刚子一个新地址 八哥在那等着你 出来刚子找不到岳父 时间紧迫 先救人要紧 谁知老爸玩了个障眼法 他本人确实不在纸板厂 但肉票小翠却绑在这 大帅从远处观察 既然只有一个光头 那就好办了 铁领落旗 全法伺候 一通王八拳制服了歹徒 救下了小翠 刚好警察驾到 正是赶上围剿恐怖分子了 刚子在另一个破厂区 见到了老爸 先自己犒上咱再说话 本来上次在酒吧 小翠搅局 两人算是心照不宣的和解 但谁也没想到 弟弟小亮自杀 默契平衡被打破 火力升级 最终发展成 你死我活的零和博弈 老爸是个毒贩 尽量不杀人 否则影响生意 于是掏出一管高纯度毒品 把钢子变成吸毒者 矛盾迎刃而解 没准还能唠一个五星打手 杀 杠子不愧是成民社会人 干脆利落的解开手铐 看着跪地求饶的老爸 余怒未消 怎么也得给个教训 于是抄起旁边的酒瓶 对准了大脑袋 走你 真男人从不回头看炮灰 回到家 小翠惊魂否定 吆喝着要去找钢子 顶局传来消息 老爸伤得不轻 弄不好会变成植物人 马拉帅有点懵 人咋会变成植物呢 虽然毒贩死不足惜 但法律禁止辞行 钢子从受害者家属 变成了再逃犯 小翠哭着喊着 要回小云家等钢子 大帅怎么劝的不好使 只能先回家 路上碰到了钢子 准女婿啊 你这个把人 变成植物的魔法 有点超纲 建议主动投案自首 以求宽大 我闺女怎么也不能 嫁给个逃犯 你说呢 说死活一样 那么大人 怎么能给打成植物了 你咋变大树了 这啥事啊 钢子之前 算是看守所的常客 但如此严重的伤人 还数首次 也没想好咋办 你先回去吧马叔 容我想一想 小翠哄哄唧唧 求小云一起去找钢子 楼下传来车的喇叭声 对上暗号 光速下楼拥抱情郎 看到小翠哄然无事 钢子也放心了 我是来向你告别的 不自首 一辈子躲躲藏藏 如丧家之犬 那绝不是你想要的幸福生活 两人就在车里抱了一宿 清晨小翠还没醒 深冬空气冷冽 钢子惆怅的不知所以 让我再看你一眼 深叹一口气 款步走进了公安局 小翠醒来 拿着钢子的外套 哭得昏天黑地 忙活了两天 没去苏老太太家 马大帅一露面 老太太喜极而弃 像个孩子 我还以为你不要我了 阴阴阴 你先把窗帘拉开 咱俩唠一会儿 原来今天是老太太 77周岁的生日 她提出想见一见儿媳御芬 马大帅满心答应 晚上咱整一个生日宴 不光儿媳 还有六个大孙子呢 德彪中午换完了煤气回家 发现桌上摆着 两个热气腾腾的饭盒 不用说肯定是贵阴送的 德彪无脸懵逼 这是哪个菩萨显灵了呀 正纳闷着 突然一阵干呕袭来 末了竟然咳出一口鲜血 电视上人物一吐血 不是内伤就是绝症 想着想着悲从中来 我对外才29岁 怎么就看到生命尽头了呢 德彪赶紧跑去附近的诊所 大夫救我 医生检查后 丝毫不体谅病人的情绪 一刀接着一刀 接近尾声 可以理解为病快好了 或者人快没了 德彪吓得完全忘了 对外的年龄口径 41岁我没活够 大夫开了点药 反正死马当活马医 大帅和玉芬 晚上准备了一桌子菜 帮干妈庆祝生日 小翠正崩溃着没来 现场布置的那叫一个隆重 救安医女王的生日标准来 蜡烛阵列的规模 属实有些夸张 大帅安排六个碗 给奶奶磕头祝寿 苏老太太黄土埋到嗓子眼的人 突然在风烛残年 儿孙满堂 人生的大起大落 实在是太刺激了 听说大帅和玉芬 打算春节前后领证 老太太一听 立刻把自己当年的 嫁妆戒指掏出来 比起你们给我的人情温暖 区区一个戒指远远不及 晚上大帅在干妈的床边 合一而睡 第二天清晨 想叫老太太起床 但却再也无人应答 老太太带着触手可及的喜悦 离开了这个世界 没有什么可以遗憾的 四五岁没了娘 四十多又没了一次 大帅卑不自胜 披麻带孝为干妈守灵 母慈子孝是一种 很美好的人际关系 虽然相处时日并不长 但儿人已有挺深的感情 之前哭丧都是收钱干活 这回才是动真感情 您生前喜欢听葫芦丝 那儿子就再吹奏一首 黄泉路上有BGM走得轻松些 德彪这天又去诊所开药 出来后换煤气的呼喊声 透着一股悲凉忧愤之气 回到家刚好撞见了贵音来送饭盒 脸上也并不怎么惊讶 心里八成早想到了 地球上再也没有哪个女人 会对她如此之好 要搁在以前 德彪肯定吃得毫无心理负担 但今时不同往日 优越感的肥皂泡 被现实无情的戳破 这一段非常的难演 德彪的心情极度复杂 感动压抑自卑羞愧 还得故意表现得很渣 也让贵音死心 范老师再次祭出了 配想太妙的演艺能力 如果没有得绝症这一出 德彪未必会如此决绝 再山穷水尽也不卖惨 彪哥虽然办事没溜 但总体还是个讲究人 头要崩溃的还有小翠 除了借酒消愁 似乎也没什么事可做 传爱战士吴总永不打烊 这个歌有经验 劝是没用的 小翠是个帅毛驴 咱陪着就行 晚上小翠也喝懵 吴总将其送到了钢子家 并在床前结结实实的 守了一晚 第二天小翠泪痕未消 记忆全无 说我要是让你陪我去看钢子 你去不去 我要是真让你陪我去 你愿意吗 想你想去 百炼钢成绕纸柔 钢子剃了头穿着球服 看着女朋友心痛不已 电话的那头 小翠几乎要把监狱哭塌 反正无论判多少年 我都等你 吴总把小翠送回了小云家 下次再有什么事 我就是你的专车司机 马帅在门口恭候多时 胳膊上带着笑 听闺女去看钢子 气不大一出来 老爸生死未卜 鬼知道会判多少年 这个无底深坑 你得赶紧爬上来 小翠还是那句话 高墙无法挡住我们的感情 死了都要爱 谁说也不好使 狗言残喘的德彪那边有奇遇 这天路边买完烟 回头看到一个跪地乞丐 侧隐之心激活 顺手掏了个钢布扔出去 乞丐连说谢谢 德彪听声音有点耳熟 凑近一看 卧槽 这不是给我挖坑的前老板吗 这是德彪全剧中 首次用到了腿 并顺利拿到了生涯首胜 带着饭馆一问 原来是骗局败露 被人打拾了双腿 老钱一夜回到解放前 只落得个沿街乞讨 算命先生成不我惜 刻意复仇怎么也找不着 顺其自然 骗子自有天收 今天这局面完全没想到 德彪心一下软了 再加上自己得了绝症 命不久矣 要不咱两个活死人喝点 酒过三旬 老钱掏心掏肺的反省 本来也想实干心意 可诈骗得手一次便飘了 俊荣心作祟 不愿在挣辛苦前 由此越陷越深 有多大屁股 穿多大裤衩 不属于你的财富 也会凭本事输掉 老钱这个角色 是改革大潮中 迷失者的缩影 德彪听得很投入 这也不就是说我吗 这几句话 好像对我也有用 来 敬你一个 老钱有老婆孩子 只是现在这副B2 无言回家 德彪不禁悲从中来 和我比你起码有个家 老钱有些吃惊 彪哥何处此言 德表眼中含泪 不愿多说 只能埋头大口吃面 同样眼中含泪的 还有马的帅 闺女小翠 执迷不悔 他只能求助缸子 马叔知道 你俩琴比金奸 但再奸 也跳不过这监狱高墙 放手吧 但是现在这孩子 疯疯癫癫癫癫癫癫 你再 再聚一下 就把姑娘毁了 面对一个父亲的眼泪 刚子没法无动于衷 从此以后 小翠儿再来 一概狠下心不见 并交给专车司机 吴总一封绝情信 就让往事随风 仿佛大梦一场 马拉帅找贵英 打听德彪的下落 两人来到出租民房 贵英不愿多谈 哭着说 我跟范师傅已再无瓜葛 具体你自己问德彪吧 等了一会儿 德彪换完没气下班 看见姐夫下意识想跑 坑了乡亲们的钱 让马拉帅顶锅背债 这强烈违背他的做人底线 换了谁 大概率也想可耻地逃避 别哭了 除了躲债 德彪还绝症缠身 姐夫你别管了 就让我在这间屋里 自生自灭 马拉帅一听 坚持带德彪去复诊 你那个只有一张床的小诊所 误诊概率极高 检查结果很快出来 马拉帅几乎要笑出声 想吃点啥就吃点啥吧 不是肺癌 是肺息虫 德彪一听 只是闹虫子 喜极而泣 跨上我心爱的稻鳍驴 换气叫卖声 中气十足 又能大跳了 小翠那边可惨了 自从收到钢子的觉醒信 又掉进酒缸 每天喝得烂泥一般 一个小林芒健壮 觉得有机可乘 上前搭讪 大哥带你出去开开心 小翠不从 结结实实爱了个大鼻兜 对方势大 吕老板和小云拉不住 下面轮到 纯爱战士吴总出场 身边没有得标 照样敢打硬仗 吴总已被坐得昏死过去 众人赶紧往医院台 包扎完毕 小翠的旁边照顾 吴总醒来 脸上如桃花绽放 这是我半辈子挨得最值的一场揍 多么想永远不用出院 吴总那小身板明知打不过 却义无反顾的扑上去 甚至比钢子的勇斗流氓 更多了一份悲壮 小翠很是感动 接下来却再次发出灵魂拷问 我怀孕了 而且是钢子的孩子 你还会见诸你的相反 信息量有点大 行吃如吴总也得琢磨琢磨 马大帅对钢子下达过同床禁令 钢子也确实遵守了 只不过禁令颁布前 二人已偷吃尽果 德彪死里逃生 明白了桂英的好 立刻去饭馆求复合 以前爱搭不理 现在高攀不起 德彪也顾不上什么颜面 使出缠自觉 逼逼赖赖从白天做到打烊 桂英心已伤透 下定决心再不能心软 连骂带赶把德彪撵出了门 如果爱情能用理性制衡 那就不是爱情了 德彪刚走 桂英眼中勤满泪水 忍不住跑出去张望 德彪已在墙边 瞪着略显无辜的双眼 桂英不如我们重新来过 家有贤妻千金不换 彪哥总算在不满错误的人生路上 扳回一局 值得撒花庆祝 从此范总又回归到了厨师岗位 哪有什么完美 合适就是最好的 马帅那边也天降大礼 这一天一位黄律师上门 自称是苏老太太的委托律师 大帅有点懵 我干妈已经去世给送走了呀 黄律师说 老太太生前立了一份遗嘱 受益人这是你 遗产可不是撒瓜俩早大一贵 除了那栋房子 还有整整五十万的存折 大帅 大帅 没事 吓死我了你 大帅苏老太太当干妈时 没想到会有什么回报 谁知老干妈竟然是隐形富豪 现在善心换善果皆大欢喜 那时开原市的房价也就几百块 大帅在最狂野的梦里 也没想过拥有五十万现金 后边有几个零都不知道 算上通货膨胀 大致相当于现在的两百万吧 再说吴总那边 他整晚都在想小翠怀钢子娃的事 第二天做了个炸裂的决定 我愿意加入这个家 小翠 我可以做着孩子的父亲 这句话的潜台词是愿意结婚 小翠大概也没想到 吴总会不在乎绿草如荫 如果这都不算爱 大帅在玉芬到老太太家 两人坐下和几分蛋糕 先把德彪欠村民的六万块还上 给小翠留十万 六个干儿子上学 每人四万 再加上咱俩结婚 剩不到十万 重新装修房子差不多用光了 看来五十万也不是很激花 两人正畅想着未来的幸福日子 突然进来一男一女两个中年人 开门见山 说是苏老太太的亲生儿女 久病床前无孝子 但遗产面前有 看了户口部 雁明正深 大帅和玉芬并不懂什么法律效力 既然雪亲本主来了 只能把存折和房本掏出来 原来不过当了一回过路财神 走之前 又给干妈磕了最后一次头 身后传来震耳欲聋的哭丧声 妈呀我们来晚了 成才得而复失 马大帅还挺失望 不知道这辈子 还有没有机会再摸到五十万 正聊着小翠进来 爸 我想跟吴总结婚 大帅也听懵了 这相当于昨天还信基督 今天就入了佛门 波尔拐的确实太猛 小翠说 现在有两条路 一是死等刚子 二是跟吴总结婚 没有C选项 另外我怀孕了 亲爹刚子 后爹吴总预备队 我不想让孩子下声 拥有父亲 小翠走后 大帅落了泪 早知如此 烂在马甲铺子 我也不进城 正说着 黄律师又又来了 钱和房契 不是都交了吗 你还来干啥 黄律师带来一条 振奋人心的消息 遗嘱受法律保护 苏老太太的儿女 说啥不好使 这笔钱以及房子 还是你的 踏实收着 想咋花咋花 得而复失再复得 这两天 大帅的心绪 犹如过山车 此番波折 反而让大帅冷静了 先把六个儿子的 教育问题坐实 可他们没有户口学籍 问了三家小学都不收 随着迅猛的 城市化进程 外来子弟上学 成了普遍存在的 社会问题 现在是好多了 世纪之初 没有学籍的孩子 想在城市就学 相当麻烦 不光得有钱 还得有名额 大帅一琢磨 干脆搞私塾算了 请个先生来家里教 明天我去问问 退休的高副局长 人家可是个文化人 多日未见 高局长相当高兴 坐下慢慢落 听说马拉帅手上 现在有五十万 干脆你办个 打工子弟小学 除了六个娃 更多同样困境的家庭 可以得到援助 这也跟政府的 政策方向一致 全力以赴 我就帮你跑这个事 争取让这个 打工子弟学校 早日开学 让试学的孩子 重回课堂 功德无量 马拉帅这格局刚刚的 高局长机型满满 鬼哭狼嚎的 想发挥余热 人生下一个价值点 找到了 顶楼里 吴总终于小翠拍婚纱照 小翠现在也没有 那么排斥吴总了 可脑子里 仍然全是缸子 吴总大概觉得 包办婚姻 熬呀熬呀 会熬出感情 跟德彪的孤独理论类似 拍完了照 吴总去饭馆找德彪 果然很快就要改口叫老旧了 如果你愿意回维多利亚 如位待遇随便提 咱一家人不说两家话 我干别的也干不明白 就炒个菜上 德彪相信吴总的人品 我外甥女肯定能享福 几个月后 大帅打公子弟小学拔地而起 开学典礼上 兵棚必至 拳击手 王总 高局长 高经理 吴总排排座 高局长发表了 热情洋溢的开幕小作文 重点表扬了 马特帅的高峰亮节 台下突然飘过 一个熟悉的身影 村长挥舞着 六万块的欠条驾到 大帅一看不妙 钱全花在了建小学上 现在又返平了 随意矮身子开溜 村长其实不是来要账 而是还欠条 已经有人替马特帅还了账 剧中没有明说 猜测是吴总 但大帅并不知道 看到村长像见了阎王 咔咔一通跑 旁边正带队训练的体育教练 慧眼石珠 又发现了一颗好苗子 马特帅第一部 在颇为戏谑的场景里落幕 这部剧虽然是喜剧框架 却并不为了笑料而用力过猛 骨子里有一股生猛的野草气质 拍摄腐化痘粗糙 反而成了难得的优点 是那种初看不太入眼 越看越喜欢的杰作 一个无依无靠的异乡人 来到陌生的城市 只要人类社会还在流动 这个设定就永不过时 这也是时隔二十年 它依然能引起观众共鸣的原因 里面的人物 事件冲突都近似白描 农民 打工人 官僚 毒贩 小老板 商人 骗子 包办婚姻 流浪而失学 维权讨薪 官场潜规则 望子成龙 恶性犯罪 万花筒般映照着社会变迁 真实的不像摆拍 现在这样的世俗生活剧 几乎已经绝迹了 剧中没有一个人是完美的 他们都困在自己的出身 思维与欲望里 马拉帅质朴的同时 也时常露出脚块 为了三万块彩礼 把闺女小翠儿 嫁给村长的儿子 成了整部剧的导火索 最开怀的笑声属于范德彪 最痛的心灵领悟 也属于范德彪 其他角色的属性相对较清晰 哪怕是毒贩老八 也没有身份认同危机 只有德彪是挤在城乡夹缝里的尴尬小丑 身体在城里 精神期待却始终连着农村 他的人生最选贺时刻 是拿到五总三万块时回村 利用城乡信息差 获得前所未有的尊重 但回到城里 却立刻打回原形 范德彪是漂泊人生的缩影 只要你内心不满足 想跳出现有的圈子 那多少都会有一些范德彪属性 我们向往的是星辰大海 却往往煞雨而归 另外我不觉得小翠儿演的失败 孟真演出了独特的一根筋顿挫感 换一个更专业的演员 反而会失之刻意 随着时间推移 马大帅反而愈加油亮光彩 所谓万物皆可马大帅 几乎成了一种独特的文化现象 后来本山传媒又出了两部 续作全面退化成拙劣的小品集 第三部品质反弹 但仍没有达到首部的高度 资金充裕和精品之间 未必有必然的联系 搞艺术创作这事是很悬的 马大帅的第五回就聊到这儿 下期咱另开心坑 好了如果绝胆这期做的还行 就转评赞随便给一个 三连我也不介意 您的认可就是我更新的动力 比心 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